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对 我得请他 到了吃水果的时候了 有请娘娘 请什么请啊 小疯子 是不是到我吃水果的时间了 对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来来来 来 吃个这个 我想吃甜的 你看 来了吧 来来来 吃个这个 我想吃酸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 媳妇你啊 先吃一口这个 再吃一口这个 拿你的舌头搅一搅 不就又酸又甜的吗 小疯子 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 你说一点 我跟你说了吗 我想吃那个第一口酸的一居灵 第二口甜的 厚脏点的那种 长得一块的水果吗 妈呀 这街坊邻居你还好呢你 闲事不大是不是 又酸又甜的上哪找去这是 什么什么玩意 醋里边放点白糖 你喝去吧你 什么呀这是 媳妇啊 实在是找不来这东西啊 前顺芬 哎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怎么呢 哎呀 媳妇 不是我爱你 这样人家都知道 你这样 你只要能说出名字来 我肯定给你整来 我想吃你爸 好嘞 你要吃我爸 我没说完呢 啊 我说我想吃你爸种的梨 哦吓我一跳 顺芬 哎 你还记不记着 就是咱俩谈恋爱面前 嗯 然后你老逗我 你说带我去旅游去 结果溜达溜达 就溜达到你家 后山上去了 然后 然后你就爬那梨处上 把那最好吃的梨 给我摘下来了 哎呀 那个梨啊 咬一口酸 第二口甜 第三口 酸甜酸甜的 可好吃的呢 第四口呢 倒糊了 你赶紧给我找梨去 我明白了 媳妇 闹了半天 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啊 嗯 那没出整去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 我都不知道了 钱世芬 哎 我也非常肯定了 你已经不爱我了 要跟以前你找就去给我找这个梨去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钱世芬 你要这样是谁的 我就带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 回吧 回吧 老虎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hello kitty啊 你回娘家吧 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 嘿嘿嘿 钱世芬 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 你要不给我找个梨 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 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 肯定整了 你放心吧 刚才我有个朋友还给我来电话呢 说明天从老家来 你放心我让他给你带点来 真的吗 嗯啊 哎呀 老公 哎你真好 把嘴收回家 找不着梨 我跟你说还得回娘家 上哪儿你都整着梨去 酸的甜的还长一块的 什么呀 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哎呀 喂 哎 超市吗 哎 你抓紧时间 你你你找个人 你给我你给我送一箱梨来啊 挑大的啊 挑好看的啊 啊 赶紧赶紧的 妈呀 这也太快了 空头的 这肯定是快递小 快递小哥赶紧来吧 哎呀 我的天 太快了 快递小哥没来 快递老哥来了 哎呀 爸 哎呀 哎呀 爸 爸 你咋突然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啊 梦见阿尔米利的 想吃我种的梨 我今天 就给他送来了 爸 你神了吧 刚才阿尔米利的 还给我嚼醒呢 说非要吃你种的那个梨 说要整不了这个梨 他就回娘家去 是吧 那 按来爸是你的救星 爸 谢谢爸 赶紧 刚洗完了在家啊 赶紧给阿尔米利的 我等会爸 我说你妈 爸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 你种的梨挺好看的 怎么歪瓜裂枣的呢 早就跟你说过 这梨好吃 不在乎的外表 长得多好看 懂不懂 这个环保啊 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 绝对是绿色水果 真的 吃吧 没什么地方